大家好 大家在教堂外面呢 可能常常会看到 教堂外面会有放这个十字架 对吧 十字架 那么十字架的功能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我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看那个电影 电影里面就会拍那些人 然后十字架啊 去驱鬼啊 驱魔一样 可是那不是它真正的意义 在圣经里面 耶稣这样说 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 他要吸引万民 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被举起来的时候呢 他要把万人都吸引到他这里来 就有一个人兄 他就删了一个email给我 说他想要认识上帝 那我问他原因的时候 原来他说他每天上班下班的时候呢 他都看到教会外面的十字架 他每天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呢 十字架好像在呼唤他一样 他就来了教会 找到了我 感谢上帝 因为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能 吸引文到他这里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